民党主席蔡英文宣布参选2012的总统大选 立刻来看现场画面 于是我告诉我自己 对于这些孩子 我们有一份不能逃避的责任 这一份责任让我决定 我要争取民主进步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我决心要和党内先进 和台湾人民一起打拼 尽我所有的力量 让下一个世代重新相信 他们可以对国家抱持希望 他们看得到自己的未来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他并不喜欢我踏入政治的这条路 但他曾经也告诉我 不需要跟别人争 人家不做的 做不到的 你再去做 今天这个决定 不是为了要争夺什么 或证明什么 这个决定是因为有一份责任 需要被承担 我必须勇敢地背负这个使命 马总统上任这三年来台湾出现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现的事情 让人民的集体情感不停的被打击 中国官员来了 我们的警察 忙着从自己国民的手上抢下国旗 把多元的台湾 把多元的台湾变成只有一种声音 我们年轻的运动员出国比赛 为台湾争光 却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委屈地坐在竞技场中哭泣 我们的国民也被菲律宾无礼地送到中国 连道歉也没有一句 这些政府都说不出一个道理 也完全束手无策 我们的年轻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上一代流血流汗的民主自由 如今却因为和中国交往而被亲眼放弃 为什么国家的尊严受到漠视 让人吞不下去的时候 政府依旧自我感觉良好 为什么我们土地的认同是这么样的清楚 但政府处理主权的时候 却又那么样的模糊 长周以来 是一种生死与共的集体情感 把困难的台湾凝聚在一起 可是当人民的集体的情感不断地被伤害 这个政府却无所谓 他们拿不出任何办法来修补这个情感 我们要的其实不多 只要政府跟我们在意 一样的在意 这个国家必须要让下一代 感到骄傲而不是焦虑 三年来 更严重的是失业 是贫穷 是财政恶化的问题 还有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知道 应该要相信什么 从小到大 他们都相信 用功念书才会有前途 但那些在小事件里写着功课 用功念书求学的孩子们 大学毕业之后 却发现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为什么听爸爸妈妈的话 用功念书 长大了 却被社会惩罚 台湾社会过去因以为傲的阶级流动 是阶级流动 是均富 但是现在已经被 富者横富 贫者横贫 的趋势给取代 这三年之中 贫富差距和贫穷 加户数 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而且不只是房价 变得跟天一样的高 让很多人 从年轻到中年 都被贷款套牢 连柴米油盐酱醋茶 也都在涨价 薪水越变越薄 有钱人 每天多拿一张钞票 根本不是问题 可是物价上涨 对穷人而言 就是少吃一顿饭 甚至少让一个孩子念书 生存的代价 不应该是如此的昂贵 一旦如此 就需要政府 编织一张安全网 来接住 好 您听到的是 蔡英文宣布 她的这样的参选宣言 她以召唤新世代 来作为诉求 认为我们的国家 应该让年轻人感到 骄傲而不是焦虑 这是您可以看到 来自现场的最新画面 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广告 创4000亿 感谢观看